先踩了一遍的視野 預設中左潮可以有誰 你反而是貪了這三隻兵 為什麼我們打了一波團戰 但是我們塔卻掉了這麼多 居然沒有人回踩 那你這個大決就依依不明 轉捩點就在這個位置 哈囉大家好我是班總 帶你們來看B&G的復盤比賽 這場是由B&G這裡獲勝 但我們不會因此而致滿 比賽中的一些滿滿細節 是我有去看到的 那也值得我們的隊伍去學習 今日對上的是GCS的2連8冠軍隊伍 BRO 但兩隊戰機既出現在目前都處於 非常的低迷狀態 因為目前都是0勝2敗嘛 那BRO這次的出戰名單 是為原班人馬 皮卡、T0、星野、紫瑞和T1 那B&G出戰的名單這邊就是有點更動 我們這次是由TNN領先打野 過往是NIO先罰 但其他路線一樣不變 那我相信換到TNN上去打野的話 應該是想看到葉凱的組合 可以打得更侵略一些 就是畢竟年輕就是有操作嘛 那NIO是比較屬於穩扎穩打的 濃津津津做事 所以輪流先發都不一定 這是取決於在教練團身上 這裡我們就趕快挑到BP選角部分環節啦 B&G這邊是選擇首搶洛翼 那B&G選擇放洛翼 就是他們相對於拿到的角色有 颯枷加甲蟲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選角就是有做主攻 就是雙方看誰的內容發揮得好 B&G這邊在選擇的女超架大象 就是要拼一個後期的大團戰 依靠洛翼打二波會戰 前期要做的就是什麼 避免崩得太快 撐到發力氣 那B&G這邊的陣容呢 就是簡單暴力 用輸出解決一切 看哪邊發揮得比較好 但客觀的說 我覺得時間是站在B&G的陣容的 因為容錯率夠高 BR這邊就是前期 人頭的擊殺 掌握營運 轉線要快 要拿經濟殺去打 不斷的去找尋機會 來來來 開局這個畫面我們就可以先聊一下了 大象先踩了一邊的視野 基本上預設中左草可以有誰 可以有古墓加任何一隻凱撒路 那對面的中路其實輸出也不差 但可以看到洛翼 他這麼大膽的往前走 是有危險係數的 哪怕是莫拉加古墓在中左 他都有機會死亡 是要避免這樣子掉血 那畫面就讓你們往下看 所以我覺得這前面 我覺得是可以避免的 就是你 沒必要這樣掉血 因為你就是一個E技能而已 就是避免要做這種 應該說有機會死掉的動作啦 我覺得這邊是B&G 這邊要在更精進的一點地方 來再帶各位看一下 到時間1分40秒的時候 這個畫面基本上就是BRO想要的 也開組合做消耗 基本上他們的優勢性就是什麼 他們傷害夠高 機動性夠高 左邊的陣容 B&G這邊就是前面輸出也是稍顯不足的 而且莫拉還是以前上了4 所以這邊我覺得是在避免傷亡啦 那洛翼是有盯著颯枷 但基本上是盯不太住 因為你只能浪潮 因為洛翼要出手的能力不多啊 他只有1技能而已 但颯枷的技能是3招都有 這邊我覺得換了一個人頭已經算不錯了 但最好的情況下就是避免去碰撞 因為畢竟人家是兩個上次跟你打的 而且輸出又這麼高 所以說我覺得不要去接戰 就是你可以防守防守打不要去接戰 那這邊小菜我覺得已經比起以往的比賽 前面兩個比賽有那個意思 就是對面就是好像 對面會一直選擇去助他 因為畢竟我們凱撒路算新人嘛 你面對上就是都是職業的凱撒路啊 所以你很難去 有什麼經驗上的領先 所以我覺得都經驗培養的 那你可以看出來這邊 這邊其實我覺得最理想的畫面就是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剛畫面 其實女超人已經已經看到颯枷上去了 那我覺得凱撒路 他就不應該再站他塔下這個位置 你知道嗎 他應該站他塔後 你懂什麼 你把對面的位置給逼差了 變成是他們後側的路線 是有機會被他打到的 你反而是貪了這三次兵 那為了在塔下 反而讓對面很好的做擊殺你啊 就是你把他們往下拉到塔後的話 那我覺得會可以造成他們的失誤 因為我們隊友會跟得上 你可以看出來這邊 就太容易被擊殺了我覺得 他可以把自己弄得非常的不容易被擊殺 就是人家殺你要殺的沒那麼容易啊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可以精進的地方 就是這都是經驗啦 我要是在塔後的話 他要這樣塔殺我 那他是要付出代價的 而不會想說 欸 我就在你塔下直接輕輕鬆鬆殺你 然後又完美的退場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嗎 各位 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T1這邊其實在疊層數啊 他一樣在疊層數 我們看完整部會戰 來跟各位 講一下這些的細節 魔鬼 魔鬼就是藏在這些細節裡啊 為什麼我們打了一波團戰 但是我們塔卻掉了這麼的多 我們銀翼風 我們可以損失的東西怎麼那麼多 那我們 順風的情況下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獲得那麼多 你可以看到 打完一波團戰 我們怎麼掉了 瞬間掉了幾座塔 連中塔也掉了 中二塔還掉半血 上塔也掉半血 然後物件又是人家在吃的 這直接一個大節奏 你知道嗎 那我們前一波團戰在打什麼意義 就意義不明啊 我往前翻 這第一時間點 我只能說T1判斷的非常的好 就是他要卡回到兩個C位 他對於他自己的坦度 對於對面的輸出 他是有拿捏住的 就是我敢這樣子彈進去 我保證我不會死 我可以完美退場 他主要想做的是什麼 他主要想做的是下塔 體力這個塔 他的卡了 所以我覺得T1他做這個動作 就是對他們來說是最好 然後BNG這邊是沒辦法防範的 就是他是這個突發狀況 但後續的話我覺得是可以 再打得更好的就是 你看一看出來 這個團戰 這邊其實 對我來說就是 BRO打太多了 假設我們這個陣容 他有發揮的好的話 就是他把玩下塔 他再拉掉 轉上 有兵線嘛 然後又有凱撒 基本上這邊BRO是不用再接這個團戰 但是你可以看後續的處理 其實BNG這邊沒有處理得很好 各位有看到嗎 這波團戰 BRO的C位都站得好好的 然後星野也是完美的退場 你可以看出來 基本上剛洛伊放的法陣 跟他放大絕的地方 我覺得放大絕的地方是OK的 但是 他放了法陣 居然沒有人回踩 那你這個大絕就意義不明啊 你懂什麼 你要我回踩 才會有這個大絕的動作嘛 那你放了這個回踩 他自己個人回家 那大絕放在這裡 基本上他隊友全部辦寫的情況下 也不可能安大絕去這邊 這等於是沒有發揮洛伊的體系啊 弄成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打了一波團戰 但我們損失更多了 對我來說 這波團戰就是意義不明啊 你要嘛不要接 要嘛 溝通要好嘛 因為你都敢選到弱翼症 那你們這個溝通 在我看起來的畫面是沒有的 就是我放了一個回家 沒人要回家 那大絕又往前丟 我覺得這蠻嚴重 因為這是弱翼症 你今天不是打一波流 你今天是打二波流的 那你就是要做到二波流的畫面 但剛剛那波畫面是沒有的 那你一次掉兩塔半 那我覺得很愧啊 再來這邊就是 我覺得BNG跟BRO的一個關鍵會戰 你知道嗎 轉捩點就在這個位置 你知道嗎 各位我們可以回頭 來拉個回方看一下 這波會戰 你可以看出來他們的C位 是重疊的 我覺得就算真的要壓這個塔 他們兩個C位也不能站在一起 他們這個位置已經是最差的位置 就是他們已經重疊C位了 那這個情況下 對BNG來說很好開戰啊 基本上女生一勾到就勾上去 那弗倫也可以整個貼上去 竟也是一個點三個 那他們竟然為了一個512D的中塔 大家把C位都放在一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他們可以往上 夾這個塔給壓力 那中路就給莫拉去點就好啦 我覺得他們沒有必要去 打一個這麼危險的會戰啊 剛剛那邊紅區是一個關鍵的 節奏的轉捩點 那這邊就是一個勝負的轉捩點 因為 這波團戰直接做出0換3 這波直接做0換3 這波直接做0換3 那他們前面所做的 凱撒路Gank 紅區的卡位 各種卡點嘛 然後各種物件在吃 都沒辦法去彌補這波的失誤 你知道嗎 這我來說他們就是關鍵會戰 這波已經讓我們拿回來太多了 就整個經濟拉回來持平 那你再來要跟BNG打團戰的話 其實畫面就沒有那麼舒服了 因為經濟直接拉回來 沒有經濟差的情況下 就是洛伊想要的體系嘛 再拉到時間點15分鐘 你可以看出來 這其實這個古墓 他也沒那麼有威脅力 因為旁邊是整個大象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沒有控制技的輔助 你看他這個古墓其實基本上是沒辦法了 他被符潤給滑到之後 他就是得死啊 你說他有什麼反擊的手段沒有 因為大象會解控 這時候又是凱撒要打的時間 這時候分推 然後洛伊直接開大Rush龍 你可以看這個徽戰 這徽戰有細節喔各位 我們往回看 往回看 你可以看出來 欸這個法陣 竟然有中路想回家了 你知道嗎 竟然中路想回家 他其實可以大殼可以落去後面 這凱撒後面這邊的池 繼續去丟你知道嗎 這團戰直接少了一個中路耶 但是弗洛伊他是做得很好 就是他把甲床卡在外面 不然這個凱撒池誰吃到就不好說 要是今天 T令他有辦法吃到這凱撒的話 那這個團戰畫面 我們是有機會輸的 你看他 弗洛伊就做得很好 他把甲床給打下來 然後在這個凱撒池裡面有誰 有警、有打野、有大象 基本上有解控還有霸體的情況下 這個凱撒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們囊中之物啦 所以說我覺得 關鍵徽戰就是弗洛伊很好 卡住甲床 但這中路就 我不知道這衝啥你知道嗎 他應該想說 欸為什麼團戰贏了 在這個凱撒池的話 我覺得 弗洛伊有卡掉甲床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團戰應該是贏好的 就對手也是有給我們機會的 我只能說 這個幸運旅程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我覺得贏得很顯 沒有贏得很漂亮 就是贏得顯顯的 在這裡 我會做很 ό不一樣 照片 我們這邊的 VIP 非常正常 我們這邊的影片 這個影片 我們這邊的影片 我這邊的影片 realmente有 Shaw